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青年新创基地25号举行的街派仪式 及县长市政两周年的纪念茶会 县长徐正为他期许 新创基地可以是专属花莲青年相互交流的场域 也建立青年事务单一的服务窗口 并对两年来市政侃侃而谈 常诚心地感谢全体的议员 县府同仁支持和32万6千多位乡亲托付 才可以让县政前进荣耀满满 花莲青年新创基地25号举行街派仪式 及县长市政两周年庆祝茶会 吸引各界百人 人事参与 县了许正为以五个镜致词 分享日出东方 所见花莲 花莲拥有壮阔的大山大海 拥有纯净的空气 让人进行的风景 宛如桃花莲般的好意境 成为有机首都的冲镜 花莲自美的镜 以及树花改通车让花莲好镜 花莲的好是众人共同努力的 守护花莲的美好 受造花莲成为全国知名的有机首都 智慧城市达到专属花莲的慢精品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失利全球 幸福团队坚守岗位 超前部署云疫情 守住净土 花莲县卫生局更是荣获 卫生医政首奖荣耀 观光处举办太平洋国际观光节 夏令嘉年华 云主门联合风天节 后面压放暑假等等活动 吸引国内外游客来花莲深度之旅 为花莲观光产业注入活力 刚是在定房平台沟打上 成为观光旅游热搜全国第一名 乡亲安居乐业 让花莲成为外地游客 安心旅游的首选 今年新创基地正式启用 其中表示 专层政府作为年轻人的推手 推出软液体资源是必备 让花莲青年午后孤之忧 专心的创业 今年与财专法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以及台湾银行合作将在110年正式启用 花莲县青年安心创业贷款计划 县府会陪伴在地年轻人共同成长 成为青年创业者的后盾 花莲青创基地设立目标为 培育在地青年创业种子 希望透过固定场域或集结 花莲创业有制青年 并且借由系列课程 工作坊讲座社群聚会 强化业者的软实力以及实践力 为了花莲新创基地也将会结合 青年发展中心三大核心业务 其中青年创业扶导将会结合 基地场域结合 提供花莲青年创业者办公室进驻 共同工作空间 使用以及会议租借 这是软性的花莲 刚才曾卫一开始 我曾卫说 很难得有一个地方 跨越了全国四个县市的长度 以及但是只有三十二万六千的乡亲 可是我们有十所高中市 我们有五所大专院校 我们未来花莲县政府 三级四级跟大专院校来签我们的MOU 能够将我们花莲的整个三级 国小国中高中的教育 连结到我们的大专院校 之后这些孩子 在我们的智慧科技教育之后 连结到我们各大专院校 那就是把我们子弟 留在花莲一个三级的计划 也是留住花莲的人才 当然很多的学制 法令我们都必须去突破 这都是必须去努力的 但是今天有这么多的高中职的校长来 有这么多的大学的 我们的无论是学务长 无论是校长 以及我们企业界的好朋友 花莲会因为大家而不一样 花莲会因为我们的学术能量 跟官方县政府 跟我们地方的产业 以及花莲的乡亲 花莲的子弟 能够很好的连结在一起 花莲新创基地的成立 是花莲县青年政策跨出的一大步 花莲县政府鼓励花莲在地年轻人 勇于在家乡实践创业梦想 创新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 涵盖创业辅导咨询 空间进驻到青年交流 花莲的结合 更是花莲青年 继续赔利的场域 记得继续 欢迎回到 竹盖录用来沉默原 葷二言 剑 região 聚 Bud